这回我终于把面包机搞明白了 这么多年一直误会它 为啥揉面的途中还要发酵呢 搞得面温那么高 可是当我放心的把食材交给面包机的时候 没想到它完全可以做出松软好吃的吐司 哪怕是全麦吐司 这次用面包机来做一款植物油版的全麦吐司 我把手教你在家里用最常见的食材来做 可以完全按照我的配方和程序来 保证你收获一个成功松软的全麦吐司 因为要用到全麦粉 全麦粉中还有粗纤维 直接揉面的话粗纤维比较难软化 也会导致面包口感渣 可以提前一个小时把全麦粉用水浸泡一下 首先放入全麦粉80克 红糖30克 水100克 选择面包机自带的和面和发酵模式 暂时不放酵母 这一步只是为了充分浸泡全麦粉 也可以通过一小时的浸泡 让非常难起筋的全麦粉产生一些筋性 经过这一个小时的浸泡 你最后做出来的全麦吐司一定会比不浸泡的蓬松柔软 时间到打开面包机 这时候再把其他食材都放进来 全蛋一颗 橄榄油30克 盐3克 高筋粉220克 现在不需要放酵母 面包机选择全麦面包模式1000克烧色 先让面团揉起来 通过盖子上的酵母盒加入2.5克的干酵母 面包机会选择合适的时间自动投放酵母粉 以免揉面过程中提前发酵 这个模式呢 面包机会经历三次的揉面和三次的发酵 你只需要静静的等待一个多小时 当它开始发酵3的时候 按暂停键把面团取出来 进行一下最后的整形 当然了 你不整形直接烤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经过了最终整形后呢 面包烤出来会更细腻更好看一些 这时候可以把和面筒里的搅拌棒取出来 把面团拍扁以后啊 分成两份 那不分也可以 一份也可以直接擀卷 按压排气 擀肠 拍掉四周的大气泡 翻面 两边拉宽向中间折叠 再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卷好之后捏紧收口 两个卷好的面团放进面包桶里 面包机重新选择启动继续发酵 发酵到差不多八分板的时候 面包机就开始烘烤了 提示你烘烤完了 这个全麦面包啊发的特别的高 那最好马上出炉 震一下面包桶 然后倒出来 你就获得了一个超大超软的全麦面包 那晾到手温呢装袋子里 它不能敞开放太久啊 否则面包也会风干的 非常影响口感 彻底晾凉后就可以切片吃了 你可以拿切片来做三明治 空口直接吃也是很香的 红糖的口味会更加适合全麦面包 面包机做出来的面包呢也非常不错 每一片都很软 如果喜欢吃啊 你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全麦面包 有关于面包机揉面呢 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评论区来找我 或者艾特维珊尼做面包叫作业吧 下期见拜拜 拜拜